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浪费前还没办法充分发挥效用 因此他特别分享保健营养品吃对时间表 供民重参考 1.空腹吃 饭前至少一小时以上或饭后至少两小时以上 低肌精、鲁鱼精、险精、人参饮、莓果饮、带餐饮品 膳食纤维、青汁、橘聚纤维、绿藻 钙、铁、铁 胶原蛋白、甲鞘素、苦瓜素、风胶、金胺酸、马卡、益生菌、B、巨葡萄糖 2.饭后吃 饭后一小时以内 3.随餐吃 蹲着餐一起吃 吃完保健食品立刻吃饭 水溶性营养 B群、叶酸、维生素C、综合维他命 矿物质、钙、鲸 脂溶性营养 维生素A、D、E、K、叶黄素、鱼油、枣油、DHA、虾红素、铃虾油、鱼干油、月间草油、Q10、大豆卵磷汁 酵素类、酵素、凤梨酵素、纳豆酵素、中和酵素、蔬果酵素 梅果萃取钉、蓝莓钉、葡萄籽、结穀木、蔓越莓 姜黄、大蒜金、红蛆、蜂王乳、钛盘素、灵芝、牛樟芝 4.睡前吃 睡前30分钟以内 吃完就去睡 矿物质钙、铁 要特别注意 钙、铁不可同时使用 因为两者具有节抗作用 彼此会竞争吸收 若想补充铁与钙 建议每天轮流着吃后空腹时吃铁剂 睡前吃钙片 维他命C、胶原蛋白 莓果养盐影 一般剂量B群、叶酸 高明敏强调 保健营养品每款都有它的特性 常常内含多种成分加上每个人身体状况也不同 因此建议服用的时间也会有所不同 记得除了服用时间要注意 购买前也需看清楚标示 摄取前也可以询问医生 药师或营养师在保健身体前 必须先理解自己的需求哦 健康生活编辑部